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比方说认为厦门的旅游产品还不够丰富 厦门的旅游产业的广度和厚度还不够尽如人意 于是最近有人呼吁说我们厦门应该大力地推进街巷游 那么推进街巷游究竟是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新的增长点 它有可能会衍生出什么样新的问题 我们今天就来讨论一下 在直播当中您可以随时参加节目的互动 将有机会获得门窗木墙五金专家金刚兰公司提供的奖品 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 一些朋友所呼吁的厦门的街巷游究竟是什么 有人说高楼大厦和滨海风情是厦门的面子 而隐藏在城市当中的古早街巷 才是这座城市的理子 看厦门风景读厦门人文 就要到这座城市的古早街巷去走一走 才不枉此行 因为在中山路一带有无数迷一般的古早街巷 就像是鱼刺长在鱼龙谷上密密麻麻地向两侧展开 只有沿着这些古早街巷才能够走入这座城市的激励 才能熟读它独特的闽南文化 海洋文化 华侨文化和生态文化 但是近两年除了才崛起的新景点曾挫安 每到黄金周 人潮涌动 成了很多游客 特别是背包客的必到之处之外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厦门的街巷游 却人流稀疏 人气不曾看账 这个短片我们的编导做的是特别用心 特别是配乐 通过配乐你看那个镜头上那些老街老巷 的确是特别有味道 但是现在的一个现实就是呢 每逢到的一些旅游的旺季或者是节假日 景点往往都是人满为患 但是这些老街老巷总觉得人气不是多旺 街巷游好像是很多人就不太感兴趣 黄老师你是这方面专家 你觉得这个现象该怎么来看待 因为这个老街巷的游览是最近才提出来的 按照我的个人看法是应该提的 因为全域旅游就包括这个 但是我们老街巷过去把我们算成旅游景区吗 没有 我们的旅游景区建设过去四大旅游景区 后来二十名景 后来又新二十四景 有老街巷吗 没有 就是当时我们的观念还是比较局限的 对 我们就局限在哪些一点一点的景区 而不是成窜在哪里 是 所以因此没有受到重视 你现在一下提出来 说句话说 有时候措手莫及啊 所以因此我个人看 既要题又要一定时间 否则 这个就会有负责用 这是负责用就怎么能够 你那些这样就是这么一个水平了 所以因此呢 必须引起我们领导部门 商业部门 或者某些专业部门的注意 就是说观念可以提 理念可以倡导 但是现在呢 还要做很多准备的一些工作 准备性的工作 小软是做旅游行业的 你觉得这个现象 比方说景点很多人愿意去 人满文化 但是街巷游似乎很多人不太知道 怎么看 说到景点 人满文化 我们举个例子吧 比如像古浪雨或者曾卓安 那么曾卓安实际上 它是这种以小资情节的聚集地 它对象也比年轻人为主 那么他们的这种小资情节呢 跟这种文创的相结合 这种文化呢 就恰恰地符合了 当今的这个时代的潮流 也符合了人们对厦门这个城市 闲适小资的这种定位 所以它就会火会爆 是这样 那么它有一些老街区不具备的这种条件 一个就是旅行社 它有这个线上线下的大力推荐 那么它有一个完善的旅游配套设施 比如说它有停车场啊 美食啊 还有民宿啊 这些 然后第二个 它的目标定位比较精准 一个就是中国最文艺的渔村 那么第三个呢 它的像这个珍稠安它就是有一个下大优势的依托 还有这个环导路的辅助 所以呢 它的这个整体的就变成它的火爆的 就慢慢的就是越来越成熟 对 所以 所以它的那个成功火爆 仔细分析啊 还是有很多深刻的一些道理 对 这个道理有的时候要好好分析一下 现在 比方说特别是年轻人 他们的喜好是什么 对 然后网络时代 大家的这种所谓旅游的一般的旅游的形式 或者消费的习惯 兴奋点在什么地方 对 你仔细分析的话 觉得说 它里面契合了很多东西 是 所以说它才火爆起来 对 就像赵平刚才说的 那个珍稠安就有点像说 我说的那样 人工打造的新下门 而我们的老街像呢 是沉淀过气的老下门 那个 你看那个人工打造这个 我们的这个珍稠安这种类型的 它这个可以让你捉啦 可以让你慵懒啦 可以让你打小怪兽啦 年轻人喜欢什么 怎么吵 怎么来 而我们这个老街区 比较像端着的 一个蛮过气的 一个老太太坐在那个地方 也不说话的这种感觉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刚才彭老师一直说 这条老街区 其实应该是蛮有料的 比如说有什么华侨文化 海洋文化 什么街区文化 这些种种 我都觉得厦门这些 如果拿起来 跟我们什么广东啦 青岛比 可能都还不够 料嘛 本身又不足 再加上呢 厨师又不好 根本没有很重视 这个没有一个好的厨师 把它炒出一个好料 我们就说 从营销的一个理念来讲 我就说 OK 我们看到老街区 有做一个类似这种的 叫做地图 OK 这个地图呢 是蛮清楚的 用一个角度 让你说 你要看什么 你自己去找 顺着地图去找 但是你去想想看 像古浪语 珍稠安这种类型的 它已经不是用地图的 它更多的是用什么 盖章本 这个呢 就不是说 你跟着它来找 是你想来盖我吗 那就跟我来吧 你自己来吧 这种的思路就完全变了 这是一个有个好厨师 所以我说 料本身就不够了 再缺个好厨师 这个街巷要火 真是有点难 就是食材要有 但是相关的这个炒菜的功夫 也要有 就是所谓的这个推销 营销手段 要和现在很多游客的心理 要合在一个拍照 另外我们刚才说了 很多街巷游 可能很多朋友会担心说 我们厦门那些老街老巷 这个老底子 究竟是有没有多厚 会不会有一些好的食材呢 做这道菜呢 我们通过一个短片继续来了解 近年来 随着游客要求越来越高 厦门那些藏在街头巷尾的人文资源 也逐渐地被挖掘出来 以闽南古厕为代表的闽南文化 以巴士为代表的海洋文化 以骑楼风格为代表的华侨文化 都是街巷当中很独特的旅游资源 根据不完全统计 截至2012年 中山路一带 就有省级文保单位三处 市级文保单位五处 市级涉台文保单位一处 还有多处已经申报尚没有批准的文保单位 而老街巷当中的骑楼 原生态的居民生活 每每遇见都会让游客和新生态厦门人觉得好奇 虽然官方民间旅行社都曾将目光聚焦街巷游 提供免费的体验项目进行推动 但是效果并不太好 比如取名为老厦门趴趴走 通过参观 讲解 探索体验美食 以及手工等形式 让游客最直观地感受到 街巷文化的街巷游项目 尽管卖得不错 一个月也只做两三次 一次不能到15人 经济收益并不理想 这个片子告诉我们 厦门的老街巷 如果是论起这个家底还是比较厚的 有一些特别有意思的东西 但是最后的现实情况却告诉我们 如果你要搞街巷游 至少从旅行社反馈来的情况是 很多游客似乎对它的兴趣并不大 小转你分析一下这个是为什么 我们来说说这个为什么带动不了人气 实际上我们再回头来看看 真初安的这个例子 那实际上真初安是散客带动起来的 旅行社因为它在散客 把这个真初安的这个名声给打响了 所以旅行社就顺势把这个真初安的名字 给包装到这个我们的这个旅游产品里面 所以就是说实际上是散客游带动了团队游 那么其实这个街巷游 它现在目前来说我觉得产品还太单一 缺乏这个整体的包装 然后就是说而且它的景点也很松散 没有主题 如果说一味的就叫导游说站在这条街 介绍说这是这什么街 这是什么巷 然后 这是谁的故居 对 然后就看门牌是这个牌 进也进不去 然后又破败不堪 那么我想游客也不感兴趣 然后旅行社推也没有意义推 我说到了一个问题就是一方面的确是有一些家底 但确实是有很多人表示一种追问 就是说你家底究竟是有多厚 这个首先是个问题 另外很多人说现在有很多这个老街老巷 别的不说 脏和乱就让很多人觉得说 我就没有兴趣到那么脏的环境当中去 你可以旧嘛 你可以古老 但是你不应该那么脏嘛 脏的问题我觉得都首先是个很大的问题 比方说像巴士 这个问题你觉得 其实我接一下赵平刚刚那句话 我觉得我们去街巷游 特别是有文化有沉淀的这种街巷游 我感觉就像跟应该有智慧的老者在对话 但是在对话的时候有一个感觉就是 我自己要够重才能接得住他的厚重 我如果自己太轻了 我接不住他的东西 我会感觉十二无畏 但是我们在厦门的这些街巷游 包括你刚才说的 我们比如举这个巴士来做例子 巴士的这个味道 我相信很多年轻派 首先会跑 在这档进巴士我们只能看什么 只能感受到厦门的这个所谓的 海洋的渔业的丰富 有没有点互动性 有没有点体验是 教我怎么杀鱼 教我这个鱼怎么来分辨 或者说能带我来 自己来尝试做一道菜 我觉得这种感觉 会比我单纯的考虑在那里买虾买鱼 那个的互动感觉是完全不同的 我觉得我们厦门的整个街巷游 还缺这样子一个大规模的 像一个大乐草式的一个互动的 体验的东西 康康强调的是互动的感觉 其实我倒觉得 有的时候一个老街老巷 原生态本身对很多外地的游客 就非常有吸引力 比方说我们看了很多 做得非常好的旅游节目 他们到世界各地去走 实际上看到的都是 原生态的生活的环境 和他们生活的状态 但是只要是说 这是当地独有的味道 而且整个环境又是 比较整洁有序安全的 游客应该对它是有一定的兴趣 但是现在我们感觉 用基本的一些条件 比方说卫生 干净整洁去衡量 很多老街巷 都还打不掉 很遗憾 还达不到这个标准 我们来关注一下 目前场外的互动情况 一位朋友说 可惜的是 中华片区小巷 已经被拆掉了一大片 现存的应该保护好 但是不能过度开发 原生态最值钱 和我都说在一起吧 原生态最值钱 还一位说 厦门市文明城市 街巷游应该以文明 传统地方特色为主 塑造成一张名片 还一位说 市井的味道 是城市文化的一部分 这个我觉得 彭老师是很有同感的 是历史的记忆不可抹去 厦门之所以这么吸引人 一部分是来自市井的魅力 这是原生态的 原汁原味的文化传递 需要保留红阳 发扬广大 还一位说 市井中快节奏的生活 小村落加不加料 也比拼不了 纯自然状态下 给人超脱物外的 放松的心态 这位朋友呢 显然也是比较小思 说得很失意 我总觉得啊 首先是个规划问题 我们都没有规划好 如何去开展呢 这规划是首要的 我想起那个 成都的这个宽窄像 宽窄像呢 它怎么呢 十几年前就开始规划 规划以后呢 七米的是宽像 五米的是窄像 这院子怎么样 修旧如旧 那我个人看还敢改个字 修旧如园 原来一包帽一样 本来规划成了以后呢 真正确定什么性质 文化休闲商业节 你要给人家 有一个定位啊 你现在老街老街 有定位吗 你看破房子 因此规划是 首先重要的 然后才能够让人家 哦 有定位 按照定位 进行适当的装修 或者建设 那这样呢 就是说 在修旧如原的技术上 就让人家说 开了一件衫 忘了一件水 记得住相仇 否则你老是 破破压压压什么 这是一个 第二个 还要考虑到 我们原来的数字问题 数字是游客的数字吗 不 我说是整体数字的问题 也包括市民的数字 包括市民的数字 包括游客的数字 包括精英者的数字 包括导游的数字 包括导游的数字 都要注意 全民数字 我们如果全民数字不提高 都会乱者 会出乱者 这个事情呢 我见了太多了 所以因此 我觉得是这样 我们现在提出这个 提出 街巷游 是可以的 但是 必须有一段时间 总老师觉得是 时机还不是特别 还不是完全成熟 但是可以提出来 那是什么 先做规划 然后在柜游上 逐步逐步地 一步一个脚运 都不能超之过急 所以说有人说 说这个街巷游 有点像这个私房赛 相比过去那种 一般的旅游产品 像是这个流水线 出来的盒饭相比 明显的 它的个性更强了 对 然后有点像 瞄准一些特定的 一些游客的一种 私人定制的感觉 对对对 那小软 你觉得这个 时机现在推出来 成熟吗 我还是同意 彭老师的意见 我觉得 时机尚未成熟 现在就像野菜 你教它生吞 不太好吧 口味不太好吧 所以就说 我觉得私房赛 推出来的 必定是要色香味 所以我觉得 大厨也欠缺 然后这个料也还不够 所以我觉得 现在还不是 不是这个时机 这方面 我们能不能借用 过去的一句话 像康康刚才提到的 也是这个意思 就是我们经常说 有一些东西 就是我们边规划 边设计 边施工 就边上马了 这个边上马 把电视工 可以了吗 这个我倒是有点这个想法 我觉得我们上次去 进江看那个武殿寺 这个我也很有深的感受 它这个整个的 街巷的这个过程中 第一把当时的主宅 宗庙把它保存下来 第二呢 在它比较空旷的地方呢 把一些非常有特色的老建筑 整体搬迁过来 这也是做一个保存 同样呢 它还特别的亮点 就是说呢 当时这里的老建筑中 比如原来是做药店的 那么呢 它就规划请药店 或者说请它当地 非常有名气的药店 来重新经营 那作为它的这个 这个中宅这种类型的 如果是当时在做 卖艺术品的什么东西 它就请艺术品的公司 进来来作为一个 经营性的保护性的开发 我觉得这种类型 事实上在我们县门 可以做一个 稍微的这个 类似这样子的模式 这样子呢 既能保证它的原貌 而且呢 让它能开放得 非常的合适 我觉得这是一种方法 提到街巷游 有人也提到另外的问题 比方说我们县门的古浪雨 这些年旅游发展的 非常的迅速 特别火爆 经常是全国这个 人气指数是 很爆棚的一个景区 但是这些年 大家反映的 非常重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 噪音和垃圾问题 人员过多的问题 这个是当地的居民 意见特别大 然后我们也知道 那个古浪雨 这么多年旅游 为什么发展这么快 就是因为它 实际上也是一种街巷游 小街小巷 基本上全部给填满了 它衍生出的问题 是不是也是值得 我们要思考 或者是正式的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稍后呢 回来继续来讨论这个话题 市井生活原生带 古早风味老街巷 城在海上 海在城中的厦门 如何才能让你放松 安静下来去发呆 厦门西24井 厦门人游厦门 开发深度街巷游 有没有必要 皮背头欢迎亮剑 厦门街巷游 需要再加点料吗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TV头 大家在收看节目的过程当中 可以随时参加节目的互动 您将有机会获得 门窗木墙五金专家 金刚狼公司提供的奖品 提到我们厦门 该不该发展街巷游 这是很多朋友呢 一直都是很关注的一个话题 但是相关的一些人士 也提醒说 目前我们厦门 如果是发展街巷游 有一些问题呢 是急需要解决的 我们来了解一下 针对厦门街巷游 有业内人士提出 从目前各方尝试的结果看 在微观层面 老街巷的硬件配套 游客的互动体验方面不完善 在宏观层面 空间规划和主题设计 也有待进一步明晰 想做好这一道 厦门旅游的私房菜 光有配菜辅料 摆盘拢在一起是不行的 必须有间地的解决 以下五个问题 第一 故居标志不清 只能够询问住户 第二 老街长路漫漫 累了无处歇脚 第三 建筑大门紧闭 只能够隔门观望 第四 没有副街的人流 小街巷乏人问津 第五 没有明显主题 游客物理看花 这个是简单概括了 目前如果是发展街巷游 恐怕是五个障碍 很难绕过去 必须要解决 刚才我提到 就是古浪雨的一些居民 被旅游也是搞得有很多烦恼事 刚才彭老师说了 说我们可以想想这个澳门 澳门的很多民众 也是被游客 觉得说这游客 对我们的生活 日常生活影响特别大 但是似乎好像意见 也不是很强烈 为什么呢 因为每年都发红包 这个彭老师 你觉得应该有回馈 我觉得是这样的 这个东西回馈是 不容易 必须的 必须的 你有付出 就应该有收获 这古浪雨现在这样 老百姓你要通过旅游 你要让老百姓赋予 其实他能做旅游的生意 跟旅游有关的生意 他可以从 我就是不做 我就是当成 到了澳门量 红包量就到了 这样我 虽然我有了到 我就不会 各人会有意见了 必然的 他的理由 不仅是对自然的某些破坏 对人文的某些破坏 对生活也一定有破坏 对 这个必然要有这个付出 生活的品质啊 便利程度都有影响 你这个付出 要让人家有收入来补偿 这是很简单的道理 对 这就是说 利益的公平分配的问题 你看我们相关的部门 其实已经注意到这方面的问题 比方说现在 鼓浪雨居民 也包括市民 有一个专门的下谷的一个 专用通道 对 这个鼓浪雨的很多居民 就会觉得说 对 拍手称呼 我的这个生活 就会觉得好了很多 平时 但是如果是 比如说到年底的时候 再配一个红包的话 那效果肯定就更好 那肯定就化出少了 所以我们刚才说 街巷有刚才提到 那几个大问题 我自己也走过 下面有几个街巷 开具玩笑话 连厕所都很难找 这也是蛮大的一个问题 还有再举个问题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常常会遇到 比如我们去走一些故区 比如说我们走 那个中华老街巷 想去参观他的天一堂 这个大门警闭 它不让进来 因为里面本身有原住民 他觉得你进来 确实是打扰了我很多东西 而且 假设你一个人来 今天我让你看了 我好心好意 结果呢 以后的 落狱不绝的 天天都有人来 这也是一个问题 但是我反过来 还有再说一个问题 我可能几天刚去的 那个城化城故居 那么出名的一个名人 那个故居破破烂烂的 怎么也没有人去想着 把它或者说 我们的政府部门 有没有去想着 把它怎么开发性的 保护起来 这个我都说了 这些都是我们街巷 面临的问题中的 又是一个变种 所以这个我很担心 而且有人还在说 说现在我们国人 尤其是一些城市居民 他对生活品质的要求 是越来越高了 比方说前不久 爆出那个消息 刚才彭老师也提到了 北京的南罗古巷 本来是游客营门 完全都已经填满了 现在居然说 我们主动要求 把3A级景区拿掉 然后我们谢绝 团队入内 就是说我们的生活 我们更看重 我们希望过一种 非常悠闲的 宁静的 不受打扰的一种生活 官员原本的生活品质 哪怕是那边有钱 我们也不想赚了 就会说 它的这个价值观 三观和我们所设想的 并不是完全一样的 所以说这一方面 我们下面 是不是应该考虑 这些问题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场外的互动情况 一位朋友说 老街的住户 大多不是本地人了 街巷历史都不知道 还违章大概的 不伦不类 老街巷是做不起来的 这个就觉得说 好像希望不大 还一位说 对于本地人来说 街巷游的开发 势必会带来 生活成本的增加 就好像香港一样 本地人是越来越 受不了游客带来的冲击 所以开发街巷游 一定要加料不加价 还一位说 二十名井到新二十四井 不就是加料了吗 厦门的街巷 也需要维护 整理修缮和加料 还一位说 不要搞街巷游 居民会喜欢 那么多的人 到我的街巷里去吗 人家北京的南螺谷巷 都退出了 你看和我们小男一块儿去了 这个小人你觉得 有人说干脆 首先从我们厦门人 游厦门的老街巷 觉得说从这个角度去推这个街巷游 这个是一个思路吗 我觉得首先要普及地方史 就是我们的这种新生代的 应该要最了解我们原生态的这种过去 所以我觉得要加强了解的途径 像我们洪老师 比如说让洪老师多讲个啦 洪老师就是我们了解的途径的最重要的一个 火化石 对 火化石 对 像我有一次就是有那个非常出名的那个南桥巷的 就是有一个买办 秋十二的他的这个豪宅 民国时期间的豪宅 知道说是在南桥巷 可是我却找不到 也知道里面有非常多的古董 可是确实我没有找到无从下手 所以我觉得这方面的推广宣传不够 然后我觉得像这种街巷游 不仅说他必须要具备老街骨 像这个市井气息 第二个他其实他必须就不能一味的讲人文 必须要参与就像康康刚才说的 就参与一些互动性 互动体验性 我觉得可以有比如说像政府 比如说出资买下几栋房 然后里面比如说出租给 或承租给这种手工业者 比如说这些手工业者 可以里面做一些我们厦门最古老的 这些珠秀啊 七线雕啊 像这些把这个惠安的这种什么影雕啊 这种或拿来这种 都放进去 对 然后带大家各自来体验 这样我觉得还是蛮好的 然后冯老师在旁边表演一下呀 讲解一下 你就是市场保证啊 因为我们这朋友就这样 这样不提名曲的 我懂得他们的 特别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